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尖尖 下不想尖尖 哦 垫的 是吗 来吧 咽一下 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啦 是真的啦 我好怕你问我 然后大家私信我说 所以在哪里做的 对 咱们这个韦节一来 这儿咱们就得这个风花雪月一下 对吧 说到风花雪月 我不得不谈到我的母校 武汉 我会为我是一个五大人而自豪 因为我们学校不仅有洛家山 有东湖 当然说武汉现在下了22.5个 长江水位到27米 对 29就是最危险的 就在淹城了 现在已经到27米了 哎呦 那这个时候我们谈这个话题 有点李克强总理也去那里了 地铁都都满了 我们就有点隔江游唱后庭花了 不过那天咱们已经专门谈过 这个武汉的这个水灾了 对吧 今天可以谈谈我母校 为什么骄傲呢 一个是风景如画 再一个出了炮王 对吧 这个 但是对这个被号称 现在都是公共话题了 对对对 公共话题了 就是说 你觉不觉得 进入今年的某几月开始 猴年马月开始 这个约炮成了一个公共话题 从某个明星 对吧 上过咱们节目的 这一直到现在 然后呢 我们母校五大出的这个事 我佩服的还不是我这个小师弟 我佩服的是我这个小师妹 对 我这个小师妹啊 哎 真是一个奇异女子 对 你知道徐老师 我不知道 她谈恋爱 哎 我先给你看看照片啊 据说这是个学霸啊 就是我五大的还是研究生啊 说男的还女的 左边男的 这是她女友吗 这是她女朋友 这就是这男孩子 你知道吗 其实你说 大家说长得是能跟那个 我是凡人相比吗 没法相比 对啊 但是声称 号称约炮三百多人 人家战功标饼 干成了的四十多个 你再往下看 就说这为什么是学霸 说他这一个寝室 这四个研究生 拿到八万块钱讲学金总共 就说学习确实挺厉害 对吧 你再往下看 这就是她女朋友 爆出来的她的手机微信 她约炮的这个一些个对话 哎 你看什么 在武汉有时间见一面 没时间跟男朋友一起 你再往下看 哎 什么 打一炮也就半天了 什么的 然后你再看 就男的直接跟女的说 打一炮就半天 对对对 她就勾搭人家 对对对 然后这就是她 这个都给翻出来了 然后往下看 唯一一个涉及到 有点严重的 是她的这个微信对话里 好像涉嫌 涉及到有十四岁的小女生 那这个就牵涉到 有这个法律问题了 对 不过现在呢 你知道这一爆出来 这个男生经历了 怎样的地狱般的煎熬 他说三十多个小时 这个压力太大了 三十多个小时 不吃不喝 更睡不着 在校长老师亲友的帮助 批评教育下 终于出来说这个 道歉 向他的女朋友 向很所有的人什么 道歉 但是当然他要 他特别生命一点 他说我没搞十四岁的 以下的 就那意思 对 要不然就犯了奸淫 又女罪了 是啊 他就这个问题 你 韦杰在这个事情里边 你的点是什么 你最关注的 就是大家有没有 安全性行为这件事 其实你看这个事情 你不觉得非常可怕吗 思路就标轻 不是 我的小话是说 就是我会觉得 其实 就是大家可能会讲说 约炮是没有道德问题 我觉得大家给予太多的道德问题 在这个上面 但如果说你看他也都是很直接说 那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跟我上床 那女生如果他不要就 我不要 他是你可以拒绝的一个东西 而且如果 假设他都是成年人 去发生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他们是 就是你情我愿 或是怎样去发生 我觉得真的也没有什么好说 唯一就是说你背着女朋友做 确实也是 对女朋友有点不好意思 但我就会觉得 就是真的是一个 卫生的问题 因为就比如说我们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 国外也是很会 很多这种 就是大学生也会装这种 类似我们就说这种叫 约炮软体 就他们就是有很多照片啊 然后根据你的一些学习 类似相亲一样的网站 但他就是说你可以扫 说你喜欢哪一个 然后如果你们match的话就可以约 然后 但会这么直接说吗 就是这么直接说 他们叫做 英文叫做 F...buddy 就不好意思 我怕你们还要 打我就直接 是好时候来的时候 咱们已经老了 F... 对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啊 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 是就是F...buddy 然后他们也没有涉及感情的问题 他就只是一个 发泄上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呢 我觉得都是成年人 我真的觉得还好 那我就觉得安全问题 因为大部分 如果在外国人 他们都会去验那个 你有没有艾滋病 性病什么之类 有的没的 然后你跟对方约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 就是你有一个证明的 对你有一个证明 不要就是说 OK我们是在安全 对对对对 就说你是要有这些的 我觉得你代表文明 这就是很文明 就是说 没有用那些老官太阳子的 很多东西去谴责 对吧 就说至少就是 他就说安全 对吧 然后呢 就说约炮这个行为 看来呢 在文明社会里 应该视为一个中性词 对吧 就是男女相约嘛 这个词什么时候开始的 2014年有一个女生 也是一个在网路上的写手 她就专门 内地的还是台湾的 然后她就专门都是写一些 这个就风花雪月 姓氏相关的 然后呢 她最后有一句什么 什么什么 忘记什么 什么天经地义 还什么什么 约炮是天经地义 还什么 后来就从这个开始 网路上 大家就会用这个词 但是我这个小学妹 看来将来不可限量 就说一个女孩子 才碰到这种 一个事情的时候 这个处理 我觉得 很冷静 她是投诉 对不对 她是给你 我告诉你 这玩意儿可以拍电影 可以写小说的 就是她呢 非常爱这个学霸男朋友 对吧 然后呢 偶然有一次 学霸男朋友对她也确实很好 她自己也说 很多美好的回忆 偶然有一次呢 看到这个手机 她也不是有意看 但偶然看到呢 她撩拨别的女的 就是有这个约炮的这个行为 然后她知道之后呢 一开始就是说忍了 对吧 而且就是说 哎 这可能男生啊 就无聊的时候 那么弄一下 所以呢 就那意思 就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大概过了一个月 又被她偶然呢 还是 还是 逼人了 好容易偶然的发现 看见 这一下她看见 除了她男朋友删除的 因为微信还有很多删了的 她就见到的 就上300个 就她约的这个 就是跟300个不同的人 联系的记录 对了 就约这个东西 甚至还涉及到一个 可能跟一个 她就说跟一个14岁的女生 当然是不是 她男朋友是否认的 就是有这种事情 然后她这个时候想 她男朋友快毕业了 整天在出席毕业典礼 我要让她的大学生活 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所以呢 还陪着男朋友 装作没事人一样 陪着男朋友去参加 这个同学吃饭 毕业典礼都完了 然后呢 她男朋友后来就是说 晴天霹雳啊 她说我怎能想得到 枕在我胳膊上的这个女友 在凌晨五点钟 醒过来 拿着我的手机 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 她这个男生特爱家 她这个男生微信朋友圈 多达九百多人 有她一切的约过的人 或者社会关系 她这个女朋友就用她的手机 枕在她的胳膊上 咔 发了她的朋友圈 这是不是侵犯人的私影呢 在法律上 你的这个思想也很文明 我觉得 我也想得也是文明的 她不是夫妻 对吧 没有法律关系两个人 你把另外一个人的私人材料 就她的私影 未经授权的发上去 道义上它是对的 法律上好像是错的 你们两个人真的是 这是文明啊 我们要先坐在一起 我们的社会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你们这样 我哪里文明啊 我今天听到这个炮成笼笼啊 觉得活在这个世上真是太 不是 就是当然这个事啊 有很多 我们那个时候连机关枪都不敢讲 哪里所打炮呢 这种事情 就算想啊 也不会直接这么说的 而且 那不然你要怎么说呢 喝咖啡 吃点心啊 看博物馆啊 你行动是在你后来啊 你去约的时候 你一开始上来就讲这样的话 女的不都被你吓跑了吗 那个 你现在就这么直接的 这真是 哎呀 时代不同了 徐老师 与时俱进 语言 现在二炮都取消了 二炮取消了 都到网上了 火箭部队了 都到网上了 你看那台湾那小兵哥 没事都按一个炮出去呢 王苏那一查出来说 二炮二炮 原来北京第二灯炮 希拉里这两天就被在联邦调查 去调查 因为他曾经用他的私人的电邮啊 打了一些公务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假定啊 完全胡说 这个假定胡说 希拉里曾经也有过一个月炮的经历 克林顿也有嘛 对不对 他也有 那这个人如果他也是道德愤怒 他比方说 曾经希拉里对他很好 现在对他不好了 他把他 他 啪发出去 那里面很多国家机密航 美国航母到南海来啊 这些东西 那这个人是不是就犯法了 你看 就不是触犯国家的机密法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说 可是他是发在他自己的朋友圈 就是发在他男朋友自己的朋友圈 他不是发在比如说公开的场合 因为他也还是算私的东西 但是朋友圈 你的 你并没有把你的所有资料 发给你所有的朋友圈啊 不是 对不对 你不会把你所有 今天你跟A见面 你就发给BCD啊 对不对 你们俩聊的 其实还都是普世价值观 我觉得 你看 徐老师讲的是西方的政治文明 就是说 哎 你看我们中国人先说 哎 你西门庆 或者你约炮 对吧 我们关心的是这件事 这孙子到底对还是不对 是吧 对不起 对不对 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这么干 够不够狠 对吧 但是呢 这个西方的这个程序 讲程序正义 就是说 哎 能不能你 在这个人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你拿他的手机 把他的隐私 发上他的朋友圈 这个 这个 这个手段 你看 已经不单是西方了 这个中国现在网上的 网上这个文明的这个 基本的程度 社会共识 已经到这一步 就好像 你否则的话 你就是错误估计行事 就好像很多人以为 雷扬的事情一出 大家关心他飞机的事情 结果很多人到现在维持主流媒体 并不是关心他飞机 而是怎么死 对 就死因的问题 跟警察是否执法过当 你看 现在人家不讨论他那个几分钟 到底这个什么事情 所以这不仅是一个西方观念 这是一个现在的全民共识的问题 而且今天我看 尤其牵涉到大的法律问题 我今天还看说 就是因为他在发出来的这些内容里面 有些是裸照 因为他常常就是异点 然后就叫小妹妹拍裸照出来 所以就有人说 其实这女生如果这样算 他也算是 算不算是就是转发 就是淫秘信息什么 他也确实是 一个是你转发淫秘信息 公安可以管你 另外那些被转发的人 他可以告你 因为我的裸照 只是给你这个男的 我们今天好不娱乐 我觉得你好像个修女 他那个微信聊天 我觉得还不至于 有裸照吗 有裸照是真的有裸照 是有裸照的 是有裸照 然后那女生有把 有些有打马赛克 或是怎样之类的 哎呦真是 你看你们俩 一个注意程序 一个注意卫生 真是我们的好嘉宾 枪枪在运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还是得回到中国人的语境里面 聊这事就是说 我觉得陈冠希的教训 已经让我们这个社会有点反思了吧 对吧 一个男人跟很多个女人睡觉 这并不是犯罪 对吗 只要是双方自愿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也就是说 刚才咱讲了 这约炮他不是三千多人 那也你佩服这个哥们 我小学弟是吧 三百多了 我是说他哪怕就是三千多 他犯罪吗 那就被药厂做广告了 真的 我觉得很多男生都好羡慕我 你看你去 算道德败坏吗 一个大学生 约了三千多 算道德败坏吗 这个男女看法会不同 我觉得男女看法会不同 一般来说 约炮这个词 我觉得是男人一厢情愿的一种一个词汇 我虽然你说现在很开放 女的西方也这样 但我总觉得女的对于一个完全没有结果的 只享受过程的一个性行为 女的其实心里是觉得吃亏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也许我的看法太老土了 男的呢 是觉得是占便宜的 当然我们要讨论的这种吃亏和占便宜的心理 到底是人性还是社会性造成的 在我看来其实两边都是不对的 但是是不是女的通常会说 比方说一个一夜情也好 一个几个月的这种这种性格 但是没有结果的 摆明了是没有结果的 女的是很开心的吗 这是代表传统的看法 对 我这个是比较 新派人士来说一下 可能要看他在中间的过程表现如何 服务态度加不加 然后你才会决定说 那要不要继续吧 我估计是这样吧 就是说假如这个男的服务态度很好 对 我个人觉得 因为这是双向的嘛 也许他真的是表现非常好 或让你觉得非常之愉悦开心 然后你会觉得说那也无所谓 你就是享受这段时间的开心 至少在国外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觉得 那如果这个服务不开心 两个人不大合 OK 再见 不是 薛老师 这还不一样 我现在也接触的一些女孩 就像他说 有个国外留学回来的 她会跟闺蜜吹嘘 在韩国夜店里调掉一个 但是你放心 我们这种媒体 她调夜情 不是我们这种苍孙了 你知道吗 陆寒啊 对 他小帅哥 他可以跟他闺蜜吹嘘 我在韩国一个韩国小帅哥 长得跟金秀璇一模一样 我们夜情啊 回去他搞得我很舒服 那是两回事 那是两回事 你如果碰到一个特别的 比方说颜值特别高的 对啊 然后你碰到都教时候 对啊 或者是什么胡歌之类的 那女的发疯发颠 那都可以理解 我在讲的是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大家都不是大美人 也不是大友情人 可是我觉得这个男生 在他的朋友圈 可能是也很有吸引力的 因为你看他是学霸 又是学生会会长 然后又认识非常多的一些人 就是他还 会甜言蜜语 对 又会甜言蜜语 你如果去跟他说 就是跟他的圈子里的人 他也会觉得他很厉害 很什么 也许他的知识 智慧 从男的角度来讲 肯定是 因为这种约炮 我们老派的观点来讲 女的他就会觉得成本高 不是 徐二世 咱们就问一个杀死人的问题 要是你约 你不会使用这种语言 对 当然 你会怎么说 我会觉得 我要说出这样的话 人家就不理我了 你这个不成效果 但是含蓄的 优雅的 这事还得办呢 这就比较无耻 就是看博物馆了 这也太无耻 看完博物馆 看完博物馆 不能在博物馆了 你总得到这个事情的关键 那就借他的身份证去 这是我们新闻界的方法 不是你们文学界的方法 男人一般来说 因为男人也是个社会舆论给你造成的 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男人的天性 是从小给你造成一个感觉 就是你跟女的一接触 就是你和算 我一直在想 是很小小学的时候 同学恶作剧啊 就把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啊 推在一起 推完了以后啊 就是说 觉得这个女的是 大家就嘲笑这个女的被欺负了 然后就觉得这个男的很厉害 其实被推的这一个少年少女 他们是毫无感觉的 而且他们是没有什么 开心不开心的事情的 我觉得男人的这种 以征服女人 多作为一种占便宜的心理 是男性中心社会 给你造成的一种幻觉 而女的那个欺负感呢 也是被这个社会舆论造成的 本来女人也可能就像你说 也可能享受这个过程呢 但是一般的女的 你周围闺蜜一讲 你不是碰到陆寒 不是碰到胡歌的话 人家就会说 会不会怀疑 然后你要是将来爱上他了 怎么办呢 还有你有这些记录 将来你真的要结婚的时候 人家问起来 你前面有过多少男朋友 这个记录都是不好 你看女的的前面 婚前的记录是负记录 男的是正记录 这个是社会的问题 我觉得 所以我们要支持 这个女生进行报复的行为 我 对啊 如果换个脚想 你觉得就是要是 就是说你的男朋友 就是他是有恋爱 这种存续状态存在的 但是你知道 他同时在搞这些东西 这些你 徐老师 你这我觉得你代表一个过去的年代 现在我们 要不成我们五大出人才 我的效应 我那是机关枪 现在是打炮的 我跟你说 我的同伴同学 这样子给我介绍 我才知道世界上 有现在有很多约炮软件 对啊 我从来没用过 他跟我说 他说嗨 他就在某个城市 我那次去出差 他跟我聊 他说我一个星期换一个 我说你怎么能一个星期换一个呢 他说我才不找什么女朋友 找什么老婆 他长得也不算好看 长得一点也不比我还难看 后来我说 那你怎么找 就是这种约炮软件 他说就在城市CBD中心 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每天就在这坐着 我反正他是公司老总 干完活也没别的事 一下午就弄这个 这哥们玩的也是类似 就是叫 比如说是附近的人 就是你开雷达 他会search你周边的人 附近的人 就会聊吧 附近的人 你就站在市中心 你就拿来聊 随便打包就这样 就有人来跟你联络了 对 当然不是 没有这么直接 但差不多就是这 其实真的差不多 就现在认识嘛 附近有谁啊 聊不两句 那可能就聊上一个 他就说我一个星期换一个 就在这个 我不离这个方圆 几百米的市中心 我整天咖啡厅里坐着 月月 像现在女孩好调啊 你跟他说说 他就来了 而且是白天嘛 来来来 喝点东西啊 哥哥怎么怎么带 你这么干嘛 他是 哎呦 我的天哪 我说你真是五大人 就五大的那个 所有学校 学校最后会加一个 不不不 不要诋毁我母校啊 我母校那是光辉历生 全国最漂亮的学校 而且有 曾经的校长 陈房武是创造社的大将 曾经的校长刘道玉 我们都聊到现在 你们现在称赞有充 刘道玉是什么样的一个教育家呀 我们学生都尊敬他的 对吧 就是而且 当然 除了爆房对我个人来说 也是我觉得挺挺 挺棒的 这样好 这样广告 牵牵三连行广告之后见 不要瞎说 所以我早就一直早就看出来了 靠出名挣钱呢 是非常下贱的 是就就很low的 就是不高贵 你就名人 就是贱人 这就我的预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 越来越看出来了 名人啊 福利啊 越来越小了 你比如说吴亦凡 你也说他觉得 哎 怎么着大帅哥 你不如我一个大学同学啊 那怎么着 他不怕公开 他不是名人 你知道我现在认识的 所有的名人 跟你所说的这个 徐老师的规律 完全相反 因为他觉得他完全不敢招惹女孩了 对对 他甚至于他的他就说我跟聊不呀 恋爱呀都不可能成立 我要直接跟他打电话 甚至我还要问一问 iPhone有没有电话录音 他会不会给我录音 微信他就更是说 现场删除 对我就不敢聊啊 你跟女孩说个什么话 抨击就出来了 哎 我绝不是重男轻女啊 但是事实上最近闹起的几个事件 让我觉得好像都是女性 把这个微信拿出来 你知道过去探讨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似乎在这种争端当中啊 女的喜欢公开 就男的往往就嫁丑不可外扬 因为因为女的觉得道理在他这边 对啊 不是 他是弱者 但是要寻求道德的 我希望有这个大家的知识 站在我这边 就当时的结论就是说 这反映本身女性 就是自居于弱势 就他弱势的 就像你看拆迁户啊 或者什么的 他靠什么发声啊 他跟你打 他打不过 于是呢 他就靠嚷嚷的 满世界都知道 他只有靠这个力量 能够打击你 可是你知道有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啊 我记得你看王猛在咱们节目里 他有过一个凯探 我很理解 就是 就很多这个贪官的情妇 不是都举报吗 他说这个打击贪官肯定没错 但是他只是觉得有些难过 我特别能理解 他说 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 男女之间相好 这是个多么纯洁 纯善美好的一件事情 他说 但是今天 他说每当我看到这种 哪两个人的这种东西 哎呀 咱好了一场 你还得防着他 他会觉得很难过 今天你看 我都能理解这种心情 就是说 两个人好的时候 你甚至这个涉及到一种很复杂的问题 为什么说私人的事情永远聊不清楚啊 就比如说女人把微信一拿出来 说你看你这个骗子 嗯 可是两个人在恋爱过程中啊 这就像说你们结婚那个发的那个誓言 某种程度上将来证明都可以是骗子 对 就是看你你要把他放在一个公共的场域里 哎 比如说一个男的跟女的甜言蜜语 发来这微信 对 当他一被公开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也有点同情男的 就是说哎 当你世界上上帝这么设计的男的 就是这么去泡妞了 那么他说的激动起来 他说的一些话 你非当成法庭证据去理解的话 那世界上没有什么恋爱 不包含着欺骗的成分 你有这种 是啊是啊 我觉得都情话都是在热恋的时候 我永远都爱你啊 对对对 过了就算了 过了就不要再相信这件事情了 真的 我是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啊 那但是有个小女孩 他就拿出来 说你看 他欺骗我的感情 但是他也不会 他说他要永远跟我在一起 他也不会挽回 就是他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出口 说你看你以前多爱我 你看你怎么这样 但是其实发泄完这些情绪出口的时候 你们也回不到过去 这女生总共有一天 他们还是会分开 就是你还是得去灭 只是说女生可能比较需要一些 情绪性恢复的那个时间 女的是弱者 她受骗 有发泄这个道德的愤怒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这里边还是有几条线 是不能跨越 刚才我们讲 你涉及到第三者的事业 人家其实是难以告理的 还有你把裸体的罩 弄上去 这个是公安 公安的淫秽物品管理 不管你什么理由的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 你优衣库的 还有其他的东西 哪怕再有道理 你坐接 他照样也是犯法 所以这几条底线呢 就还是要 还是要存在 彭大特约知情